回到現場我們繼續學生參政的話題 如果說同學你想要關心公共議題 其實不需要放在心裡口難開啦 現在有蠻多管道了 可以讓大人聽到學生的聲音 其中一個就是兒少代表 不過這個是什麼呢 帶大家一塊來了解 我是兒童 我有話要說 這些爭取權益的標語 全是台中市兒少代表提出的訴求 不過許多人搞不清楚 兒少代表是什麼 政府自以為說 這個就是對兒童最好的方式 但其實兒童 兒童及少年認為這並不是 所以說必須要讓兒少代表 進入到體制 他能最直接 然後最接地氣來傳達 兒童及青少年最原始的意見 兒少代表是兒童與少年代表的簡稱 他是根據兒童權力公約精神來設立的 期盼藉由未滿18歲的兒童與少年視角 看到政府沒發現的社會死角 並且能以兒少最佳利益 來擬定施政內容 但這個過程並不容易 因為兒少常被大人貼上 不成熟或不懂事的標籤 大人講 小孩人有情緒 兒少因為沒有投票權 常常就是因為 他在政府的政策上 比較變成一個邊緣的政策 包括預算 經費等等 常常不會去考慮到兒少真正的需求 打破年齡刻板印象 爭取兒少最佳利益 成了兒少代表的核心任務 曾經當過兒少代表的賴玉達表示 未滿18歲的同學 千萬不要小看自己 對政府與社會的影響力 我們為什麼要在一開始就否定自己的能力 而其實兒童及少年的聲音 正是台灣現在 或者是未來最需要的一個聲音 目前各個縣市都設有兒少代表 透過定期會議 提出有待改進的兒少事項 並且與地方官員開會討論 之後這些地方的兒少代表 可以再參加領選 成為中央兒少代表 進入行政院衛福部 參與更大的公共議題 除了政府組織外 許多學生也自發性的 組成學生自製團體 像是高雄 嘉義 桃園 花蓮 以及雙北市都有學生組成自製組織 讓改變社會這件事情 不再只是大人的專利 而是所有人的權利 好 我們繼續要請教薇凱 這個你跟同學組成了 雙北高中職學生權益陣線 那要問一下你跟朋友 當時怎麼會想說 要成立這樣子的一個組織 你們想要達到什麼目的 最初吻其實是看到 其他地方已經開始有學圈組織起來 那這是我一個出發的一個點 那但是我後來就想說 雙北高中應該有很多學圈問題 需要解決 那我們一開始就是 用網路上開始慢慢討論 然後把章程定好 所以我們就這樣創立起來 然後就是專門在處理學生權益 還有關於學生公共議題的部分 那現在的規模是多大 現在的話我們內部大概有60多個人 那大部分最主要會被討論到的話題是什麼 像是學校的服役問題 或者是找自習 那也有可能是一些課程上面的問題 那像我之前也有接過一個五專的申請 對 滿有趣的耶 就是學生自己去解決學生的問題 對 幫忙解決這樣 但是為什麼會是成立所謂的自治組織 而不是加入地方縣市的人少代表 這中間的優缺點 或是有哪些差異性 我們自己成立地方自治組織的話 優點就是我們執行力很強 我們可以及時去解決這些問題 那因為有時候你要跟地方政府反應的話 還要透過一個管道 那中間這個管道可能就會讓 學生權益的損失又繼續加大 所以如果是由我們來解決的話 我們是直接跟教育局對接 那加入兒少代表的話 由於他是社會局管轄的一個 下面管轄的一個單位 所以如果他要處理教育的問題的話 還要從社會局然後轉接到教育局這樣處理 那文的話 我們就是找議員 然後議員跟教育局直接做對接 其實這樣會更多 你覺得這個是比較有效力的方式 對 但是這個總是會有一些優缺點上的差異 剛剛我們講到的是所謂的 你這個自治組織呢 可能是它的優點存在 但是你覺得兒少代表是不是一樣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嗯 的確 兒少代表其實可以在政策上面做更多的東西 那我其實覺得如果要當兒少代表的話 他可能沒辦法衝在第一線 那他們獲得資源就是從政府那邊得到 那做自治組織的話 文可以跟政黨合作 文也可以跟政府合作 其實雙方都可以得到一些資源去做溝通的 所以他還是有他的差異性在嗎 對不對 但是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關心這樣的公共議題 因為我回想我自己小時候關心公共議題的時間點 可能還沒有像你那麼早耶 對啊那你當初到底契機是什麼 嗯其實是從同婚的議題開始 就是大概國中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看到這個議題就想說 以前的課本好像都沒有講過這個東西 然後就會試著去了解 然後把它帶到班上去跟同學溝通 是 以你自己自身的經驗來講就是說 學生在關心公共事務或這些公共議題 到底是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除了剛剛我們提到說最大的困難可能就是 來自大人家長或者是老師嘛對不對 那除此之外還有沒有別的呢 那第一個就是場地的問題 因為現在其實給青少年租界的場地非常的少 那我們也沒有專屬的青少年場館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我們可能會有一些輿論啊 因為我們畢竟還是要靠政黨為我們發聲 對 那如果我們跟政黨靠的越境 其實又會被打成像什麼 它就是一個雙面刃嘛對不對 對啊 就是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哇這個可能需要依靠一點他們 但是又不能夠依靠太多 對 所以這個會是你們覺得比較困擾的地方 是 對 那除此之外呢 在經費成本上面是不是也是一個問題 嗯 其實基本上就是現在你們看到的文宣 可能都是文自己出錢的 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收會費 蛤 對 這樣 這個這樣可以嗎 嗯 我們其實都考慮要收 但是就慢慢來 因為畢竟我們組織才成立一年多而已 對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要怎麼樣去 比方說因為你花很多時間行李在做這個 就你的父母他們會不會覺得說 你花很多時間在做這件事 但是他們其實也會擔心啊 他們會擔心說可能我的課業上面會有不足的地方 那但是我是跟他講說我是利用假日啊 或者是利用一些比較空堂的課去做這些東西 那這樣的話其實不會不太會影響到課業 因為我自己就是把成績固好然後也來做這個東西 我有空就做學權方面的東西 那正常時間我其實還是在做功課的地方 嗯嗯嗯嗯嗯 不過我自己個人還有一個很好奇就是說 當然大家的意見都是很重要的嘛 對但是 你會覺得說在這段時間 雖然大家都不太在乎所謂的 可能青少年的一些想法 但是青少年想法為什麼會重要 這個部分你是不是也可以透過這個機會告訴大家 你覺得為什麼你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 嗯嗯青少年想法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 其實現在的小孩都已經蠻成熟了 他們他們很常就是在班級裡面互相討論一些政治議題啊 或者是公共議題 那這些聲音其實我個人認為 其實他應該也要被政府聽到 因為我們意見不代表就是 可能就是小孩說的話啊 什麼同言同語之類的 那當然我們現在已經有獨立思考能力了 我們就把它說出來 我們讓政府知道說 我們對這個議題的想法是什麼 我們想要怎麼去解決它 那我們有這個基礎之後 我們再去談 而我們急需解決的東西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讓 可能看到的民眾啊 或者是政府去幸福 所以我認為 我們的話語權是非常重要的 沒錯 因為其實基本上 有時候這樣子的方式 讓你的意見被重視 然後也更能夠解決到 你們這個年齡層會碰到的問題啊對不對 好我們常說民主啊 就是以民為主嘛 這個民是不分年齡 不分性別 不分種族 尤其是在擬定國家政策的過程當中 如果你不出生 不開口 你的權益就有可能 在這個過程當中被忽略 所以呢 也要希望同學們 不要小看自己年輕啦 從學生時期呢 可以開始慢慢關心公共事務 今天也非常謝謝維凱 謝謝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更多精彩內容 馬上回來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